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啊 最近广汽的汽车卖的挺好的 再说一个好消息 最近西凤酒也卖的不错 国庆节期间大唐冯荣园 大唐不夜城 十二时辰 回民访 大宴塔小宴塔 人头攒动火爆的狠 有的时候不得不限制游客人数 不是有人造谣说司马南到哪去 就把人家那企业就毁了 就把人家城市给毁了 把人文旅产业给弄得乱七八糟 谣言 司马南不是不可以批评的 我其实对那些批评我的人 是抱着开放的态度 即使那些谣言惑众 携强带棒的 以人格侮辱为特征的 小黑黑的言论当中 其实也有一些客观的 或者说比较客观的内容 比方说 说司马南长得磕衬 说司马南穿上唐装 不像李白 像个老太监 比方说司马南朗诵不专业 跟人家扑存心没法比 说司马南摔个大马帕 司马南夹头 司马南又磕头 还有说司马南吃冰淇淋的样子 很难看 还有说司马南喜欢和美女拍照 等等等等 对这些批评啊 只要你说的对 我们就改正啊 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 我们就照你说的办 但是有些毛病也不到好改 对吧 所谓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喜欢女孩照相怎么了 也是 我们胡同里很多老太太也死 看不上我这一条 老妈咔嚓眼的还跟女孩照相 那些老太太的意思是说应该多跟她们照相 我也没少照 但是跟年轻女孩照相 我知道这是我很大的一个缺点 必须坚决改掉 我虚心接受 但是改起来 你给我一个过程怎么样 你再给我十年二十年的时间 也许我就能改得很彻底 您信吗 网上有人把我在这个节目当中的这种表演环节 严格来说是剧照 我跟人家哈佛大学的女生 然后呢 在美国沙滩上穿的比较少的那一个表演的镜头 拿过来说我生活当中这样 您能不能分清角色和生活的区别啊 按照阁下恶心我这个逻辑 那在电影电视剧当中扮演反派角色的 回到单位是不是拉过来就得枪毙啊 你演了鬼子那不枪毙啊 有些人脑子其实也不是秀逗了 他就是故意要制造这种迷雾 有些人呢 某黑司马南 但是却没有勇气正视基本事实 他们试图用虚假的谎言来证明自己力量很大 这是陷入了主观唯一之论的泥沼 你说你人为组织的网爆小气候 貌似泰山压顶 还不是泰山压顶 貌似泰山会压顶 那你也没有办法改变西安著名国际旅游城的大历史啊 你能改变西安著名国际旅游城的大历史 手劲还挺大嘛 不瞒各位说我年轻的时候啊 我们待会三千多人掰腕子能掰过我都没几个 这酒挺好的 你干嘛 就因为你恨司马南 你就不喝这酒啊 你傻不傻呀 你不喝他喝 你不喝西风酒的老主顾人家照样喝 所以你说那些人花了这么多钱 你非要制造一波流量 说是因为你们在网上抵制西风酒 然后西风酒就垮了 你说你因为不喜欢司马南 讨厌司马南 抵制西风酒 抵制西安文旅 你抵制个毛线呢 最后不是落个寂寞 今天晚上老哥们来聚会的时候 打开尝尝 跟大家说点心里话 你说你把司马南塑造成一个职业坏人 这是不是相当于打造一个新牌子 你打造个新牌子就够难的了 你还用司马南 这个你打造的新牌子 诋毁无辜躺枪的 三千年西风酒这个大牌子 你也不想想 这个难度有多大呀 为什么要做这么蠢的事呢 那么多钱你干啥不好 非要包装司马南 即使你把司马南包装成功了 全世界人民都认为 司马南是个职业坏人 又奈西风酒和 奈西安文旅和 说极端一点 一枪把司马南崩了 那西安文旅还不是照样啊 所以那些肯在司马南身上花钱 试图包装司马南的朋友 我看你们要好好检讨一下 你们这个方法论的错误 我把这个截图给大家看呢 是告诉各位 前些日子我去了一趟广汽嘛 我摆弄了一会儿 做了一阵耗博 ht 那些可爱的小黑黑 抓住题材猛烈炒作 夸张说 完了完了 广汽完了 耗博完了 司马南碰谁谁玩 但是您知道吗 事实上我前脚走了 八月份人家销量猛增了 百分之七十一点九二 那不是增加百分之七十二吗 这个增幅可是够嫁人的呀 当然了 我不能贪天职工归为己有 我去过之后 周鸿一呢 也去试驾了一番 听说姚明马上也去 关键还是车好啊 试销对路啊 我是今天六月份去的广汽 浩博 新车驾驶体验嘛 但是网上一帮子人 他大概是因为我长得高大英俊 他就踪上我了 什么叫踪上啊 就盯上了 网络水军势力啊 操纵一波疯狂 嘲讽司马南 嘲讽司马南我都习惯了 你诋毁人家厚博干嘛呀 跟我做节目的广汽的人家著名企业家 你点着人家名额性人家 这都非常不合适 现在好了 事实打脸了吧 事实胜移熊变了吧 我摆轮过的车卖的超级的好 八月份环比增长了71.9% 最后简单表达一个意思吧 人人网上夸我的文章 我就不好意思再隐身了 我只是希望广汽销量大增的这个事实 能够为西凤九的张正同志所知道 西凤九三千年历史了 什么妖魔鬼怪没见过 这个时候张正同志 应该像您的国花瓷西凤九一样 站直了 别趴下 喝了咱的酒 上下通气 下句话您能接什么 不咳嗽 感谢收看 国庆节快乐 再见